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卓越人生 财税赢家 这里是国税局注册税务师和财务师坚一欠时间 亲戚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卓越人生 财税友到系列节目 我是作业国际税务和财富管理的杰妮倩 最近硅谷大神Peter Thiel又一次站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他当年和Elon Musk因创立了PayPal一炮而红 那这次是因为他的高超的避税技巧 避掉了5个Billion的股票的税 那这是什么样神秘的避税绝技呢 这就是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的Ross Ira 话说1999年当时Peter呢是CEO 他把170万股的PayPal的股票呢 以每股0.001的价格呢 全放进了Ross Ira 那到去年底呢 他的Ross Ira已经价值5个Billion 那大家呢对这个操作最大的争议在哪里呢 其实操作的精华和诀窍 就是当年的Valuation估值 在此呢提醒大家的是税务条款呢是会变的 目前呢国会呢提案把Ross Ira设置免税金额的限制 A-State Exemption呢从1100万有可能降到300万 那Congress呢也在研究可能会取消Dynasty Trust 要赌上Generation Skipping Transfer Tax 所以呢税务规划呢一定要早做 另外呢Ross IraBackdoor或者是MegaBackdoor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再有呢就是要找专精税务规划的Professional 零省下的税务是绝对值得的 我们呢是专精高资产高净值的税务规划与财富管理公司 从几百万到几百亿的资产客户的税务策略都不相同 如何找到最适合您的税务难途呢 请预约免费的30分钟的咨询 报名电话877-253-82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50亿资产免税节目 我是昨夜财税的Jenny Chen 恭祝各位财富最大化 税务最优化 风风吹战鼓雷 税务投资您找谁 当时国税局注册税务师和百万元桌顶级理财师Jenny Chen 我是王医生 多谢Jenny完整税务规划 让我的财富结税最大 资产增值最强 我们是工程师 多谢Jenny完美退休保险计划 可早日实现时间和财富自由 我们是房东 多谢Jenny房地产投资结税策略 省税友方 担心放心 卓越人生财税解码 卓越财税Jenny Chen 本周末讲座 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Max Real 帮您早日搬进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宿业 快速到位 Yes! Next Real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 清华金融本科 分析经济发展因素 预测未来利率走势 日本富士医疗高端按摩椅 国庆节大优惠 FJ8500 人工智能按摩椅折扣高达60% James Jean强调公司实力 快速审核放款 锁定最佳利率 成征贷款经济 7月3号 4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听众朋友好 我是周乐 现在来为大家报告 在周五2021年7月2号 美股的成绩 截至收盘 道指上涨152.82% 0.44% 报34,786.35% 一周上涨1.09% 纳指上涨116.95% 百分之0.81% 爆14,639.33% 一周上涨1.96% 标普500指数上涨32.4% 百分之0.75% 爆4,352.34% 一周上涨1.71% 美国六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85万 高于预期 显示经济增长稳健 但又不会促使美联储局改变政策的路径 美股收高 标普500的指数连续第七个交易日刷新了历史最高收盘记录 今年第35次创了历史的新高 纳指也是收盘 创了新高 道指逼近历史的高位 这个对于2021年 第二下半年的成绩一开始是这样的 实在是给大家很大的鼓舞 大型高科技股稳健上扬 帮助支撑整个市场 苹果上涨1.96% Amazon上涨2.27% 周五有一家波音公司737的货机在弹香山海岸附近紧急降落之后 波音股价小幅下跌 令道指承受某种程度的限制 IBM下跌4.58% 股票是走低 该公司宣布总裁兼 Red Hat公司CEO 他们两个人辞职 美国劳工局统计 周五报告称 美国六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85万 超出道琼斯 预计超出预期的70万06千 五月非农就业人数从上次公布55万9上修为58万3 六月失业率从5.6%攀升至5.9%是高于预期的 Edward Jones表示 六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经济增长稳健 但不会改变美联储局的政治路径 对于市场而言恰到好处 除此之外 美国六月份平均时薪环比上涨0.3% 同比上涨3.6% 符合预期 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表示 六月非农就业报告缓解了对劳动力短缺的担忧 美国政府礼拜五公布的另一项数据表明 美国五月贸易逆差712亿美元 预估逆差是713亿美元 前值为逆差689亿美元 本周的IPO非常多 到目前为止呢 这些个别的公司 包括很多的中国在美国上市的ADR 也都达到了他们预期筹资的筹资的理想 本周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0.3% 白银的期货上涨1.6% 纽约商品八月交割的原油的价格下跌了7美分 每桶是75.16% 本周该期货总共上涨1.5% 以上就是当天7月2号 以及本周美国的经济以及股市的缩影 谢谢您的收听 请继续收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硅谷本地最大的贷款和地产公司 Google的贷款经济 Fiona来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说现在Fannie Mae有一个Refine Now的Program Fiona可以为大家介绍更多的细节吗 当然 从今年6月5号开始呢 我们固件已经开始提供Fannie MaeRefine Now计划 Refine Now的Option呢 会辅助那些收入低于地方中等平均收入80%的客人 来拿到现在的低利息贷款 那贷款的LTV可以达到97% 甚至DTI 对 而且DTI可以达到65% 另外就是说客人的就信用分数 可以就是最minimum的requirement就是620分 这就为更多的客人带来了更多的好项目 是我们固件贯穿始终的原则 如果您去年因为收入不能够qualifyDTI50% 那收入又恰好在您当地中等水平的80% 在过去的6个月里边没有漏付贷款的记录 12个月内不多于一次的漏付贷款记录 您就不妨联系您身边的固件贷款经纪 拿回您去年擦肩而过的好利息吧 哦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Fiona的联络电话是650-666-5202 650-666-5202 这个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 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不多分享一下 现在Googlein炙手可热其他的贷款项目呢 没错 好消息从来不是单一的存在 我们都是以大礼包的形式呈现给大家的 那现在在市场上一些知名的贷款机构 如果客人没有两年两年的land law history 是不可以使用departing rental的 那这就意味着如果客人需要upgrade自己房 之前又没有投资房 没有两年的房东经历 那收入就要同时cualify两个房子的费用 这样呢就大大的缩减了购买力 简单的说一般就是说增加大概400块钱的dat 就会缩减7到8万的贷款额 那这一套房子的就是这个整个的贷款 PITI呢 它这个贷款额减少了就不是一点万点的 这我们固件呢 我们的产品就是为大家才有简单的存在 不管是agency loan还是占宝 loan 我们都有对应的program 即使是客人没有两年的land law history 我们也是可以使用departing rental income 来qualify贷款的 那这样就极大的提高了客人的购买力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比较 一个客人在一家不能用departing rental的贷款机构 做的pre-prouble 那它的贷款额只能到96万 而在我们固件呢 用到了它departing rental 来opstart它的departing residential的那个PITI 它贷款额马上就提升到了136万 你想96万和136万的比较 相信大家更直观一些 的确是 对那在这个火热的房产市场上呢 强防不易 但我们固件使用最强有力的色泡 来帮客人拿到最满意的房子 对于jumbo的loan 能不能用departing rental的话 想买房子的人大多数都认为 这真的是一个阻碍呢 是没错 departing rental呢 这一点是基于客人在保留 现有自住房的基础上 再买一个更好的自住房 但是如果客人准备买了新的这个自住房之后呢 就把现在的这个departing residential卖掉 大多数市场上lander是需要客人同时qualify 这两个房子贷款的 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固件呢 就是可以做到 我们可以就是exclude掉这个departing rental residential的PITI 那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房子的debt减少了 那也就意味着贷款额的增加 也意味着您可以买的房子的价格的range 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空间大了 选择也就多了 就比如我一客人在新买的自住房的同时 也在准备卖掉旧的这个房子 但是就是为了减少就是多次搬家的这种麻烦 哦 对对对 只搬一次家就可以了 他就想呢 先拿到新房子 再卖掉现在现有的这个自住房 如果按照市面上大多数lander的要求 他就需要在固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 同时callify两个房子的debt 那他的purchase price也要缩水 就是三四十万 呀 好多啊 对啊 然后我们固件的贷款计划呢 是可以把它预计卖掉这个房子的debt exclude掉 这么好 对啊 那大家你想 他callify purchase price一百二十万 然后相比较 他的callify purchase price一百六十万 这中间选择的空间就大不一样了 也有更多的选择 就是消除自己真正满意的房子 来满足这个家庭规模的变化 而不是从一个跟不上家庭变化的房子 搬去另一个很委屈的空间 只是因为贷款不够 的确是 那真的是为大家解决了买房子的大难题 客人一定特别开心吧 没错 因为弯区的房价呢 就造就了大多数的贷款 都是张柏龙 的确 对吧 我们固件呢 还有一个逆风而上 但是绝对是广大客户需要的一个批关 那就是对于张柏龙来说 我们依然可以做到10%的贷款就可以了 您知道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嘛 有一些就是张柏龙的investor 当时是已经要求就是张配要到达30%到35%了 但那个时候我们固件呢就是可以做到20%了 那现在逐步已经走一些Lender可以做到20%了嘛 但是我们固件就可以做到了只有10% 没有marketing insurance都是ok的 嗯 大家就不再需要为那个特别严苛的手术要求 尤其是对那些收入好贷款率也不错 但是储蓄不多的朋友们 手术要求高购买力就会大打折扣 对 但我们固件呢 却依然可以做到只需要10% 另外对于那些来美国时尚前 或者之前没有留意的朋友们呢 缺少三条trade line 会被这个市场上大多数的Lender reject 因为这个trade line呢 是要求至少有24个月的history 这个就不是那么轻易弥补的 需要空间和时间 但是买房贷款又迫在眉睫的朋友们 他没有这个时间再去养这三条trade line 那我们固件呢就为客人提供了现成的这个program 跑在时间的前面为您铺平安家的路 那再退一步讲 如果客人的情况呢 因为缺少reserve而为难的话 我们还可以帮助大家把一个trade line 拆成两个lone来做 绕过reserve的要求 前一段close的那个purchase loan就是这样 我称之为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甜蜜 这个客人呢是有买房子的意向 但是一直觉得手上的积蓄不是太够 然后一次偶然的就是网上去search呢 他就看到了一套房子 就是大家都知道一眼情缘 太太就是太太就是很喜欢 有时候心动之后就特别难以忘怀 对对对 然后呢对他们就给我发微信 说看能不能call的他 因为刚刚够这手术 对就是实在没办法了 但是呢咱老话就说呢 办法总比困难多 那好啊 对我就帮他们把一个肩膜弄 拆成了两个弄 顺利的完成贷款 开心的拿到他们心仪的房子 这没有错过就是人生最美的邂逅 哦哇真好 真好 那这个真是帮他们解决了大的问题了 那你真是聪明了 这个就是当您贷款的事宜 有苦恼的时候 不妨打个电话给您身边 身边的固定贷款经纪 也许他的专业意见或建议 会给您带来另一番天地 今天访问的嘉宾就是 Google的资深贷款经纪 Fiona肖 她的联络电话是650-666-5202 650-666-5202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中场休息 进一段广告马上就回 Rebecca Lim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完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仓胜第三方仓库 相比Amazon仓库更加自由和低成本 全年入库无限制 操作大件更便宜 更能支持客户做SFP业务 助力客户实现全美二日达 网站shipsage.com shipsage.com 查询请致电408-290-9200 分机109 408-290-9200 分机109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申请到 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贷款公司 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继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Good Game Fiona消时间 Fiona刚才在上半段介绍的 都是FullDoc的项目吧 有没有什么项目是不查收入 或者是Alternative Dock的项目呢 当然了 我们不会偏心的 我们固定可是全面发展的 去年因为疫情 很多小商业自顾者人群 在贷款上频频受阻 也许之前眼看着好利息 但是没有办法完成贷款 买房或者重贷 甚至是cash out 都是就是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那现在有更多的program 来针对这个自顾用人士 来帮助他们完成贷款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用到24个月 或者12个月的bank statement的收入的deposit 来作为就是说收入来qualify贷款 或者是对于1099 就是收入的客人来说呢 我们可以取贷款来作为贷款的 就是依据 来取代传统上要求的报税表 这样就为自顾者客人 带来了更为宽松的贷款环境 以上呢 我们谈到的是这个 Alternative Income Dock的program 但是我们也还是有着真正的不查收入贷款 哦 真正的不查收入的 对 就是叫no dock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收入证明材料 就是比如说您拥有比较多的asset 大家又不想把它马上变现来买房子 这个时候呢 没有收入或者是收入又无法qualify 这个负doc的话呢 您就可以做这个asset qualifier program 就是以您的asset折算成银行 那您就是说银行的这个储蓄 上市股票啊 退休金啊 人寿保险啊 或者是年金 对 包括现在实价很火的比特币 都是可以作为这个 好 那您刚才说 退休金当然是可以做asset qualifier的program了 但是人寿保险年金也可以 甚至包括实价很火红的 Bitcoin都可以啊 对 没错 就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嘛 嗯 那倒是 对 那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的asset 又怎么办呢 哦 如果您没有那么多的asset 但是又想买投资房的话 我们也是有program可以帮到您的 就是只针对您所购买的这一个投资房 无关您的其他房产 就用未来的租金收入来coverPITI 那这个项目还有一点很特殊的呢 它是可以用到gift a fund 一般来讲投资房是不可以有gift a fund 但这个呢也是一个打破常规的存在 而且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个asset qualifier program呢 和这个就是investment investment program也同样适用于外国人贷款 就是为想来美国投资的房产的朋友们呢 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呀 看起来现在googain所面临的这些市场啊 还有这些消费者实在是方方面面都很flexible 都很有弹性 又很又非常的亲民呢 的确是很好 那你说像国外外国人来贷款 哎 他你们也有program 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program 来帮助他达到买务梦 说了这么多的项目 Fiona有没有什么贷款的tip 可以让客人提前做些准备 这样也可以让贷款更加顺利呀 有什么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吗 当然 就是在准备做贷款之前呢 建议大家最好先提前做点准备 比如说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讯分数 那这段时间呢 大家整体的时间都是 就是说不要过期还款 但是就是说比较靠近大家要准备做贷款的时候呢 不要心去开这个新卡账户 不要去申请车贷 您讲一个车贷 对 maximum是五年的车贷款 然后去占用一个三十年的房贷的dpi 这怎么想都特别不划算 对不对 那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大家忽视 就是呢 不要大额的刷信卡 哦 我最近有一个客人就遇到这样的准备了 刷卡刷特别开心了 哦哦哦哦 没想到呢 两周之后呢 他这个purchase的offer就已经on contract了 马上要启动贷款程序 这个特别无奈的是大额刷卡之后的后遗症呢 就是会 就分数一加的drop了很多 诶 那即使大额刷卡刷卡了以后 因为现在东西都很贵啊 马上就偿还呢 但是就在那个空档被查到 也会deduct credit分数啊 对 因为他没有那么快的时间 您现在马上还款 但是就是说这个信卡公司 包括那个就是说 啊 credit company 他没有那么那么 那么及时的去report这个 哦这一笔钱已经还过了 所以就是说 尽量在准备夺贷款的时候 不要有这个就是大额刷卡的举动 啊 不然的话 对 你眼看着好力就拿不到 就是属于 那可憋屈了 对啊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好力就在 但是无奈性分数不够 你知道 以前呢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一定要跟一个好医生 好律师交朋友 啊 现在还要加上一个好的贷款经济 哎 实在是会替我们精打细算的 太重要了 所以三类人不能够不交朋友 第一贷款经济 第二医生第三律师 哈哈 好 请继续说 啊 另外呢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经常陷入的误区 就很多客人都告诉我说 我们的信用卡账户或者银行账户提供那个免费的金融分数很高的 的确 现在是呢 很多渠道提供这种免费的金融分数 尤其是这个Credit Card上 呃 那 其实呢 这些都不是贷款真正使用的版本 也许您看到的最近免费的信用分数呢 有740分 嗯 但其实也许您真正实际的这个分数 比较低 哎呀 好惨 对 对 这并不是我们做贷款的时候 曝了您的信用报告 就让您的信用分数一下子Drop了三四十分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哦 一般曝 一般我们Hop也只是掉 就是说三到五分 就大家没有必要那么过度恐慌啊 很害怕我们曝这个Credit Card 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哦 那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就像您说的 哎 刚好就赶到那个节骨眼 做了一点没顾到的事情 让自己Credit分数掉的很多 真的是很遗憾呢 那除了众所周知的信用分数影响利率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Fiona 啊 除了就是大家维护好自己的信用分数呢 这个贷款间额和这个就是说 贷款这个房屋value的比例也是很影响利息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比如说 一般如果贷款金额在conforming loan的范围内呢 就会拿到更好的利息 如果客人呢 有的时候客人没有那么专业的knowledge 也不知道其实也许几千块钱的调整利息就可以又低一些 如果您的贷款额正好在50多万 而且您又恰好有储蓄的话 完全就可以把这个贷款金额降到54万8以内 这个呢就会是一个拿到更好利息的办法 比如说我买上close的一个file 它原来的loan amount是56万多 如果只是按照客人原有的贷款金额来做的话 那就是high balance 对呀 你想56万和54万8中间只差了一到二 但是这利息呢就会差出来大概0.25的差别 哦 蛮多的 对呀 就是通过调整loan amount来调整这个LTV的比例 就比如说LTV原本是高于75% 那LTV如果低于75%的话利息也是有差别的 所以可能只是就是有储蓄的话 只是一点点钱就能够给您带来更多的惊喜 就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专业的贷款经济是会为您提供更专业的贷款方案的 嗯 那零零总总呢 不管是买搭贷款还是重新贷款 雇便呢都是为客人才有简单的存在 这能用钱解决的事呢那就不叫事 我们雇便来为大家解决钱的事 哎呀这个比喻实在太妙了 你说贷款买房子贷款重新贷款 这都是用钱可以解决的事吗 对不对 那就当然要找Google了 今天访问的嘉宾Fiona肖就是一位非常好的loan consultant Fiona她的联络电话是650-666-5202 非常感谢你Fiona祝你周末愉快 谢谢主持人祝有关键朋友们周末愉快 好的那我们在下次再见面咯谢谢您 好谢谢您 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访谈不要走开 我们会找到心仪的房子房屋贷款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利率优惠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gain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gain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清华金融本科 遵习经济发展因素 预测未来利率走势 日本富士医疗高端按摩椅 国庆节大优惠FJ8500 人工智能按摩椅折扣高达60% James Jean强调公司实力快速审核放款 锁定最佳利率成征贷款经济 7月3号4号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您还在为事业不能有更大的发展而烦恼吗 您想要自主创业成为老板吗 2021疫情环境下有违就有机 您准备好抓住机遇了吗 连锁加盟顾问Lean 帮您分析当下环境中创业优势 政府扶持项目打开成功致富的大门 每月都有线上讲座聚焦不同优质加盟项目 咨询详情 请致电或短讯到650-660-7837 650-660-7837 您知道吗 湾区房屋多数存在不同程度的白蚁问题 白蚁问题像是房屋的慢性疾病 长期忽略会使木质结构受损 产生惊人的修复费用 您是否正在买房 五年以上未做过白蚁检查 或者您在家中发现墓穴掉落 长城白蚁防治为您提供专业可靠的白蚁检查 与治理服务工人均已接种疫苗 让您放心 安心免费咨询电话 408-881-4646 408-881-4646 好消息 提大额贷款ARM利率Special 自住房七年ARM最低2.5 五年ARM2.375 无费用 有兴趣请速电张力408-315-9470 或微切张力IDL11-13591 仓胜电商仓储服务 提供一键待发FBA退仓换标 FBA转运为Fair自提业务 现在在美国东岸中部西部 建有30万英尺标准化仓库 网站shipsage.com SHIPSAGE 查询请致电408-290-9200分机109 408-290-9200分机109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西谷华人电台 我们现在访问的嘉宾是Philip胡 胡振国 他是范语集团创办人 还有总裁Philip 你好 Philip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因为湾区它独特的经济的structure 还有职业的concentration 所以呢 Philip今天特别为我们北加州的朋友们 针对四大族群来讲一讲 湾区的朋友应该如何结税 并且应该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来结税 好 我们来问这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大灾问 先请Philip来替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 好 那一般来讲 团的税务的问题 我们做planning的跟会计师 或者做tax account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打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来说 上次呢我在问人家说 我们公司刚好要请CFO 那我就问interview的时候 我就问一个他们来说 那请问CFO跟controller的差别 那莉莉你觉得controller跟CFO的差别在哪里 哎呀 是不是CFO他的责任还有他的vision 应该还要在controller之上 好 简单一讲一下 controller 基本上是看到historical的record keeping 嗯 是不是你把你过去发生的事情 准备当做一个整理嘛 对不对 嗯 做这些事情 然后做一些安排 对不对 嗯 CFO呢是forward thinking 哦 对你未来该怎么发展 该怎么规划 该怎么样 怎么可以structure的话 可以跟银行比较好 接到钱 你可以做怎么样的事情 可以帮你公司的往再上一层的发展 一个瞻前一个顾后 一个处理已经发生的事情 一个是未来做规划 forward looking 对 所以呢 其实我们做planning呢 就像CFO 嗯 我们主要来想的是说 你未来的应该怎么样 规划来安排 可以达到最大的好处 那一般报税 或这么什么样的事情 是应该是说 像controller 嗯 把已经发生的事情 来帮你做整理 对 OK 所以呢 通常一般的人 在他的tax account那边 容易达到未来planning的建议 不大容易 不大容易 对不对 可能他们的职责的关系 或他们能够有的工具的关系 还有他们接触的一件事情 他们主要做是以compliance 保税这些为主 对 而不是以planning为主 那倒是 那倒是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中间那个差别 所以我们为什么来讲 我们从不同角度 举个例子来讲 现在是2021 2021年 那2021年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是应该做未来的tax planning 对 等到2022年的时候 我们要做2021年的tax filing 对 对 是不是 等你2022年再来想做2021年的规划 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Too late 对 都已经发生了 对 所以大家现在 一般报税的话 他们做的是 忙着是去年的tax return 而我们现在谈的是说 今年跟未来的规划 嗯 这样讲的话你会比较更了解了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今天来讲 我们这样有一个概念来一下 我们就讲 下一步就是说 那应该怎么样做比较好呢 那基本上来讲 湾区的话 我大概归纳成四类人 四类人 OK 对 好 那四类人呢 第一类呢 所谓的自雇主 self employee 很多哦 比如说像real estate broker 贷款的经济啦 甚至包括诊所的医生 等等是吧 insurance agent 对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类叫self employee嘛 对不对 嗯 第二类人就是business owner了 哦 中国人很多在这里都是生意业主 对 你有好几个员工啊 更多的员工啊 这些都说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意了 就是business owner 那第三类人呢 可能已经是退休人士了 嗯 OK 退休人 就是现在已经在拿退休金的人了 或者已经开始 已经不上班了 退休了 嗯 而湾区的人很多人退休的也比较早 嗯 六十一二岁就退休了 对 是不是啊 嗯 不过在high tech行业竞争也比较激烈嘛 对 那还有呢 可能拿到stock option了 有很多钱在for one retirement plan了 这也是这也是一类人嘛 嗯哼 对不对 那他们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也可以谈一谈 第四类就是一般大众做的上班族嘛 拿W2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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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基本上我们分成这四类人 那这四类人呢 他们在一些planning的方面呢 有的相同有的不同 嗯 有的相同有的不同 好 对对 所以我们要看针对他们共同点跟不同点 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 然后告诉给他们一些方向 这样的话他们对自己的来的方向来说 就会有不一样的做法 这样的能省得税的部分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号入座 也可以让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对号入座 是的 就是我们分类这四类人 威威道来 好的好的 来听听看你威威道来的重点何在 好 第一类人呢 我们就所谓自雇主 啊 就是拿1099的 那他不管是commission啦 或者像contractor啦 还有甚至有人做电脑行业的话 是不是在公司上班可能愿意做contractor 而不要做employee的 是是是 这一类人就是所谓1099的人嘛 嗯 那这一类人的话 通常大部分的问题就是拿1099 他们一般人的话 如果碰到开始要报税的时候 那就开始就很多种人的话 就看今天赚多少钱该怎么付税嘛 对不对 嗯 举个例子来讲 一个自雇主 当然扣掉他所有开销以后 那他很多东西可以开销啦 那他很多东西可以开销啦 一些本子开销啦 跟客户吃饭啦 还有呢 车子的这些以外 那扣掉以所有以外 如果假设他一年还赚15万块钱的话 嗯 好 那是15万块钱的时候 净收入的时候呢 那我们通常大部分的情形会变成什么 那这些15万的收入的话 那算出来以后 那到报税的季节的时候 那tax account就跟他讲说 哦你今年大概要付49000的税 嗯嗯嗯嗯 OK OK 三分之一 那听是不是很紧张 很生气 很生气 那说怎么办 OK 怎么办以后呢 那可能一般来讲 然后报税就会跟他讲说 哦那你开个ERA好了 啊 开个ERA 要不然就开一个SAP 呀 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做法吧 对 可是这个是不是 对你最好的一个建议 可以选择呢 听起来并不是哦 当然不是了 为什么 通常来讲像报税 我就告诉你就 49000多 哦开个ERA 你可以省个 放个6000块 可以省个1700 嗯 那开个SAP 放个27000 大概可以省个7000块 嗯 啊 这是一般的做法 嗯 可是呢 你真正有没有来分析到 你真正每一个地方 报税是在哪里 报 报什么税 应该怎么省 哦不知道 他的答案是 所以呢 像这样子来说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看了 其实你把他的税表 拿来看的时候 第一个发觉 其实他的15万里面 Self-employment tax 就所谓 payroll tax 就要付2万 将近2万2 嗯 其实他付的税里面 最多的就是 Self-employment tax 嗯 啊 这15.3 超过13万多 超过13万多以上 那今年是14万2千多以上 是2.9 不然是15.3 这个部分是 Self-employment tax 嗯 因为他是自雇主 所以这个15.3 都是自己出 OK 那第二个 联邦税大概 18000多 嗯 周税大概 八九千 嗯 所以真正来这样子做的话 算出来 其实最大的税的开支是什么 是 Self-employment tax 费用多了也不见得省什么 对联邦跟周税是没有错 嗯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这15万块钱 光去成立一个公司 那大概按照40%是薪水 60%当作分红的话 嗯 我的15万块钱 6万块钱薪水 才要付 Self-employment tax 嗯 可是呢 我的9万块钱的话 就不用付 分红的话 是不需要付 Self-employment tax 哦 因为他不是earn income 不是earn the income 嗯 Self-employment tax 只有earn income 才要付了 哦 对呀 我光这样做一个调整 也省了将近七千块 哦 扣掉省公司的一些其他的税啊 交的以外 还是将近省了 我没有做retirement plan 也跟开个Self 省的差不了多少钱 嗯哼 嗯 好 那如果想再省多一点的话 我再去开一个 我们不叫开Self 我们叫Single Person Profit Sharing 401k 就是大家俗称的Solo 401k Solo 401k Solo 401k 就是Solo 401k 就是Profit Sharing 加上401k plan 哦 我的公司的部分 可以做Profit Sharing 我个人的部分 可以做401k 薪水的Deduction 好 牢牢的记住了 好 这样子来的话 我可以再加上 我可以做的成立公司 再加上Solo 401k 的话 我可以比我只做Self 要多省八千块 哎 哎呀 嗯哼 嗯哼 对 就用自己的分析出来的计划 是 量灯打造的 哎 是 所以这样来讲 然后还没完 如果你45岁以上 工作收入更高的话 嗯 我们还可以帮你做Defined Benefit 加上Profit Sharing 401k 啊 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省税 原来4万多块 我可以省到3万块钱的税 哇 我的Defined Benefit 可以放6万块 再加上我的41k 还可以放个2万6 嗯 夫妻如果各赚是5万 我可以做2个point 嗯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一个人可以省到 将近3万块钱 等于60%的 你要交的税 都可以用这样子来省掉了 嗯 很好 很好 是不是 这样子的话来讲 是不是说 我可以给你看不同的选择 在做不同的选择的方面 你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 嗯 是不是 这个对自雇主有没有帮助呢 对自雇主有帮助 那这种方式 适不适合用Business Owner 好 Business Owner 有一个不同的做法了 Business Owner 来讲的话 我都要分三个方面来分了 哦 其实这后面两个跟自雇主或者上班主 退休人士都有关系 我可以一起讲 好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就一起讲 哦 OK 哇 这个含金量就跟现在的金价一样 节节高升啊 这内容非常丰富 访问到的嘉宾是范宇集团的创办人 菲律普 胡政国 范宇的免费联络电话号码是 888 831 8868 888 831 8868 休息一下 在美国 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 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极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范宇集团 888 831 8868 资深贷款经济降马 青年丰富 专业可靠 为您量身定制贷款方案 实现买无梦 降低利率 更加实现投资梦想 推出自住房超低重贷利率 54万8以下 5年ARM最低2.125APR 54万8到82万2 5年ARM最低2.375 90万以上 江波论5年ARM最低2.5 全部无任何费用 预约一对一咨询 请致电降马 4088583198 4088583198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 清华金融本科 分析经济发展因素 预测未来利率走势 日本富士医疗高端按摩椅 国庆节大优惠 FJ8500 人工智能按摩椅 折扣高达60% GEMS金 强调公司实力 快速审核放款 锁定最佳利率 成征贷款经济 7月3号 4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GMCC万通贷款 加州最具规模 华人Direct Lander 专金大额贷款 In-house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请速洽GMCC万通贷款顾问 官网GMCCLoan.com 贷款找万通 快速省钱万事通 在美国 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 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 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 都扛着极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泛语集团 888-831-886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Philip你好 Lili你好 各位湾区的朋友大家好 OK 好我们讲一讲 针对business owner 最需要大量的正确的 并且是最新的tax的知识 我们可以从泛语获得 如何获得 好 Business owner来讲 我们通常来讲 还有自雇组 跟退休人士上半组 通通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我们通常来讲 我会不会有买一些房子 房地产啦 有出租的房租收入 有啊 有没有投资股票 有啊 差不多给 是不是 好 这个的时候呢 我本来收入已经高了 如果再加上股票收入又高 房租收入又高 老中又不喜欢借钱 嗯 结果抵税东西又不多 嗯 这样的话 会不会碰到他的税的问题更糟糕 三高 这个是钱的三高的忧愁 是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通常要更加一个正确的概念 说大家共同观念 不管上班族 退休或本市总统的自雇主 你今天有房租收入 我们在税表上叫 schedule一的来说的话 有 嗯 对不对 我今天来讲 我上次碰到一个本市总统 他的本业已经赚一百多万了 嗯 帮他一算 他的net是房租收入 扣掉开销剩下十万块 结果这十万块光税要付五万三 有 真正到口袋就四万七 哎呀 他投资股票赚了八万块 嗯 听起来很高兴 结果四万四要付税 嗯 只剩三万六千多 嗯 你说这个收入会不会真的 而且造成他的问题 那因为他这两个收入 最后都是交在最高的税率 是 因为都是 那投资又是short turn 所以我们就用来讲 你schedule第一 你像你这个房租收入 你要想办法 把那个十万块收入降到零啊 嗯嗯嗯 是不是怎么样降到零 那你要想办法 多利用 贷款利息可以抵税 property tax抵税 depreciation 可以抵税 为什么你不去借点钱去多买一点呢 哦 你多多享受一点抵达许 你的十万块钱 如果把降到零的话 你马上可以省掉五万多块钱的税 是啊是啊 否则 否则你这个付税付了那么多 真的是觉得又瘦了一肚子 这个房客的气 真是不值得 对 而且你加上成长的时候 你又没有办法杠杆 涨得又少 嗯嗯 好 那投资股票也是啊 对不对 你投资股票的时候 你今天来讲 赚了钱很高兴 结果赚了很高兴 但扣掉一半以上 要扣掉税的话 是不是更惨了 也是不值得 划不来 对 所以你像这一类的情形的时候呢 我们说 房租收入你要把它降到最低 怎么做 那你要拓展 然后去借更多 然后 只要你的cash reserve够的话 其实放胆去做 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做 那你投资的户头 你尽量来来讲的话 其实为什么不希望能够用投资的时候 尽量用tax defer or tax free的钱来做呢 嗯嗯 投资方法 基本上schedule D有四种方式 可以做到这样的情形 OK 第一个部分 你尽量用你的retirement plan来做嘛 哦 OK 是不是 那很多人说 我还在公司上卖 我公司还有41k啊 我主要的retirement plan 都在41k里面 对不对 嗯 你可以去到你公司HR去问问看 你们公司的那个41k 有没有一个provision 叫in service distribution 嗯 大部分的都可以吧 很多大公司都有啊 嗯 你就问他如果怎么是in service distribution 就是你41k的钱 就算你还在公司上班 你都可以把它转到你的Era来 对 不需要你离职才能再转 就叫做in service distribution 嗯 那你转到个人的Era来做的话 你是不是在里面在里面做 或者有些RAS的话 你是不是怎么样投资的话 税都至少是defer嘛 对 对 是不是 延缓 对然后呢另外一步配有一些什么 呃像房地产啦 其实很多房地产 你如果plan的好的话 也可以投资不用打税 然后呢你insurance 或者年金本身最有税的好处的东西 其实资产再高的时候 现在有个刚刚比较流行一点 就叫private placement life insurance 嗯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印象不深 好 private placement 是针对credit investor 就是你收入超过二三十万以上 嗯 或者你可以投资在超过一百万 我想弯曲很多这些 弯曲比比皆是啊 比比皆是 真的你的话 他就可以投资 如果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 他其实就有点像一个fee based 因为你确实好处 在里面怎么赚钱都不用打税 你要用的话可以借出来 对不对 对 如果我可以把你的stack portfolio 或者你的investment portfolio 都用一个fee based minimum cost 来把它包起来 嗯 嗯 嗯 这样你在里面怎么样投资股票 怎么样卖etia 买option 赚了怎么样钱 通通不用打税好不好 而是严税是不是 no 免税 哦 而是完全免税了 是 他是怎么样做呢 其实就是把你的一些portfolio 或者请你的investment advisor 把你的portfolio里面呢 他可以把你structure 用lowest cost insurance cost 来包起来 他就是像当一个insurance的话 它里面就有tax deferred 将来可以有borrow and gainstay 还可以income tax free 他的average cost呢 大概在lifetime 大概在1到2%之间 嗯 可是你就一个选择了 如果你一年回报赚12% 你要付5% 5% 6%的税 还是1% 2%的cost呢 那当然是1%或2%的cost更划算 如果付了cost的话 你就完全不用缴税 以前大家说 我这个是insurance company的product 不是 它是特别custom design 它甚至连房地产都有机会放进去 只是不能贷款 有人在里面甚至在flip property under insurance cost 所以他flip property或吹股票 赚了钱都不用打税 Is this something new? 是我比较少讲 但是 是有一段时间 但是 知道人很爽 哦 OK 我们有个人一年放一两百万两三百万进去啊 哇 他把他的资产shift进去 但唯一的话 你不能自己manage 你的股票portfolio 嗯 但是你可以请别人帮你manage的话 这样子做的话 你可以在里面 买投资 Fund REIT 然后real estate ETF Option 所有赚的钱将来都不用打税 对 你可以请别人 这个别人可以是专职的 也可以说我受益 让他怎么怎么做 哦 最好是找investment advisor 哦 嗯 对 你不能directly 因为法律规定 你不能directly involve 但是你可以安排人帮你 本来就如果有investment advisor 他们也可以帮你安排 这种叫private placement 来做的话 也是一个 对高资产 高收入的人 其实是一个很好 把他资产 很好的工具 嗯 你放了三年前 比如说你一年放一百万进去 放三百万的话 你可能三年后 你的cash rate 就三百多万了 自己以后还有control吗 哦 当然 当然有control 嗯 所以这个是有机会 再跟大家谈的 这个就是我记得 重点在哪里 你用房地产 你用retirement plan 用insurance 用annuity 或者用private placement 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把你大部分的investment 你的income都 the tax liability 都降到零 嗯 嗯 Instead 只有花一到两个percent的insurance cost 是的 嗯 这个就是最大一个差别 好 那这个呢 适不适用自雇主呢 适用啊 business owner呢 也适用啊 那退休人是更要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很多人不了解 很多人退休了以后 他发觉他很多抵税东西都没有了 而且很多人都有很大的for1k的话 将来更惨啊 嗯 为什么 因为rmd 很多人没有想到rmd将来会有机会滚到多大 一个人一对夫妇六十几个退休 可能有三四百四五百万在retirement plan 对不对 他还有其他时候他不想动了 等到72岁开始的时候 假设他有六七百万的钱在retirement plan 嗯 retirementrmd是百分之四开始 左右 将近百分之四 可是每年递增哦 哦 每年还要增加 每年递增到了九十岁左右已经百分之九了 他天啊 到了九十几岁将来会涨到超过百分之十 哎呦 你想想看你 你如果六七百万 然后将来你涨又比拿得快 可能到了你八九九十岁的时候 你已经涨到一千万或更高的时候 嗯 那你rmd出来一年逛rmd就要一百万了 哇 国税局真不是省油的灯 呃是 这个时候再你再还有投资的收入 再有房租的收入 你你会多谈啊 那怎么办呢 哎呦 回头看你所有抵税东西都没有了 嗯 这个的时候你要想办法 把不要让你的returnal plan 涨太大 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convert一部分变rush 或提领一点 不要等到最后以为那个钱 哎呀 不但是不拿让它滚 不想碰 结果没想到将来流来流去流成愁 哎 哈哈哈哈 走的时候returnal plan还照样打所得税 还要算遗产 哎哟 真狠啊 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要该注意的事情 太该注意了 怎么办呢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呢 所以呢 早点我们就要看每个人的情形 我们会跟你提出一些建议啊 嗯 该怎么样安排 那上班族呢 那我们讲时间的关系 我们讲上班族 真的上班族没有太多好省的 我们只有说 投资收入跟房租的话 你尽量要压低以外 嗯 然后呢 能够说有些chirable donation啊 或这些怎么做 但我也看到湾区有些人 比较常常见到去做一些private foundation 这些比较风险高 而且再想用孩子把钱拿回来 这个都是将来容易出风险的问题了 呀 因为这个并不是跟国税局当初设立 这种private foundation主要的目的吻合吧 没错 不能做对道而驰的犯法的事情 对 所以我说我来讲的 像这一类人我们归纳一下 如果自雇主如何让你在 1099的银行上如何省 然后呢 投资的时候 那你在应该怎么用tax defer 或tax free的省 房地产应该怎么投资 那对本市中呢 我们再讲了说 那你的本市上 我们还有哪些东西可以省 嗯 你要拓展好 为什么买自己的办公室 或warehouse 远比租华的来的多 你如果cash reserve 够的话 嗯 不然的话用small business 弄走10% down 上面的税的好处太大了 嗯 那退休以后我们要特别告诉你 不是退休就没有税了 有的时候将来问题更大 也要注意这些事情嘛 哈 ok 好 是不是 那剩下的detail 我们就等到7月份 再来听philip唯唯道来咯 没有错 但觉得你觉得今天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其实我们帮大家做tax fine 有它的必要性了 所以我们以后在报税的时候 千万不能只找一个controller 而是要找一个cfo 就是 我们现在就希望做一个cfo 是 您可以趁早准备 现在就可以致电888 831 8868 888 831 8868 非常感谢philip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西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细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